大家好 我是陳炯婷 然後那個先自我介紹一下 就是英文名字是湯姆 然後不過有些人知道我在網路上ID是YYChain 那我主要是在1996年到1999年的時候 參與比較多BBS source code的一些就是developing 那之前在自由軟體駐造廠 因為馬爾的關係在那邊做part time 然後後來加入去世 那現在是在一家startup做 那因為馬爾跟永玉的關係 所以我大概在2005年左右的時候開始接觸Python 我不知道是誰先開始跟我講的 但是這兩個人非常碰巧 就是都跟我提這件事情這樣 那我今天就是馬爾的邀請 所以我今天簡單來做一個很簡單的分享 就是關於我們現在公司裡面跟Python相關的東西 所以呢House123是我們現在的就是公司 那我們現在主要是要提供一個 類似房屋買賣的一個廣告的平台 就有點像591 所以我們一開始就是有一個website要去做 那其實一開始在我進來之前呢 就是它已經開始已經有一些東西了 但是它是plan.php 所謂plan.php就是它連mvc都沒有使用 所以看到它的那個code的時候 其實整個已經快昏倒了 所以接下來我就在想說如何做一些改善 所以一開始呢 我先看了Symphony 記得好像某一年在這個場地 還是在某一個conference有人提到 所以我就試試看看 結果就發現非常非常的不好用 然後接下來我就想說那有沒有簡單一點 就看了一下CI 結果發現它的template 還是無法符合之前就developing的一些需求 所以我接下來就在鎖定 想說有沒有其他的就是framework 所以後來我就在想說 我要用Rails還是要用Django 那後來我就想起來一個非常非常久遠的一個project 叫做弱水志工媒合平台 那現場有一些當初的team member在 所以當時呢 我們就是使用Django 所以呢後來我就想說好吧 那我就再繼續使用Django 那剛好前幾個月的時候 有那個就是OSDC嘛 然後剛好在那一天的時候 我看到那個Instagram的Stack 他們所使用的Stack的文章 那一開始我使用的Stack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後來發現他們的Stack 跟我所選用的非常像 所以我就把一些東西換掉了 像就變成這樣子 然後我大概講一下我目前有用的東西 一個是Django MPTT 那它是一個可以讓你在那個model裡面去掌 tree structure的一個package 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那接下來是pymongo跟gridfs 然後呢有一個非常好用的東西是lxml 它是用來pahhtml跟xml的東西 那為什麼我們會用到lxml呢 是因為我們做了一個 類似這樣子的功能 OK 好 那因為這些東西都還沒上下來 所以就是簡單demo一下 所以通常當你要看登東西的時候 你可能是輸一個非常複雜form 但是你有可能會想要從別家東西 別家 別的地方去import你的東西 所以這個做法就有點像是 你在facebook裡面 你在facebook的塗鴉牆裡面去po一個連結 所以它會parse一些東西 所以當我輸入好這個網址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去把東西全部parse出來之後 它就會把相對的資料放進去 不過現在需要login OK Anyway 然後接下來是pil 那pil的話就是 是用來做圖形的嘛 那因為在這樣子的網站裡頭 我們會要處理很多圖片 那圖片它可能會需要做不同的切割 那就是如果你直接用html tag的話 你很難按照比例去切割你要的大小 所以就是用pil做了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所以你只要指定你要的大小 它就會馬上回傳出相對於你要的大小 它就會馬上回傳出相對於你要的大小 那這樣的話對於前端工程師來調 它的版面的話是非常方便的 OK 然後呢 我們還用了mail的一些東西 所以我們有一些會員名單要發 所以呢就是有用了smtplib跟email 然後和mongoDB來儲存我們的資料 那其實我覺得python非常好用 因為它的email library是可以讀mailDR跟一般mail的信項的 所以有退信的話我們也可以做一些批測處理 好 因為時間關係呢 大概很快就講到這邊 那今天有得到很多資訊 那非常感謝大家 所以我們接下來已經有看到 今天有看到一些很好很不錯的東西 一個是shapely 所以我們目前的網站可能會碰到一些問題 譬如說我們想要得到一些門牌的資訊 但是卻沒有一個open API 然後還有譬如說我們如何去圈選 我們想要看到的資訊去做一些查詢 那今天剛好看到shapely還有jills這個API 那我想說可能是未來我們可以用的 所以這一個session好像有點枯燥 那最後就謝謝大家 那你們現在看到的網址呢 其實還是一開始playing php的那個版本 那我本來是希望在昨天可以趕出jango的版本出來 但是還是有很多細節部分還沒弄好 所以接下來我們預計會在這一兩個月之後 就會再推出更多的服務 那如果到時候大家有興趣想要看房子的話 可以上我們的網站來看 謝謝大家 謝謝